哈喽 我是雅丽 小曼迪 来 吃吃 哈喽 我们现在在这一家甜点店 以前林先生住的这个小区的一家甜点店 这家甜点店非常忙 他们说非常好吃 我尝了 我觉得真的还可以 他这一家甜点店应该是有一点历史 我对这个不了解 林先生跟我讲过 他说这一家超忙 应该是这个区分 最忙的一家甜点店了 2块 其实意大利这边甜点如果做的好 生意非常忙 非常正情的一个行业 来 我们买一些这个 不要 请 买几个这个吧 他们家还有做冰淇淋啊 各种甜品酒吧 哇 意大利最 以前那个小店里在那边有个小角 等一下 扩大了半战 扩大了半战 这里 他这里有做酒吧 喝咖啡 甜点店 还有冰淇淋 意大利的冰淇淋真的是出了名的 只要做的好吃 真的很好吃 他家的品品价格实惠 然后东西好吃 他们后面是 直接那个价格会稍微便宜 对 他们价格便宜是因为他们自己做 自己厂 过几天 我们大女儿生日了 那个蛋糕应该也会来这里 我现在尝试一下他家冰淇淋做的如何 其实在米兰 在米兰我只吃 Grum家的冰淇淋 你确定他是老板娘吗 他不是老板娘吗 我怎么感觉他像工人 里面那个更像老板娘 我就说嘛 我就说嘛 因为林先生的餐馆开了十几 啊不是十几 二十多来年了在这附近 所以他对自家店比较熟 以前是一家非常小的店 现在开的这么大 就扩大 非常忙 这一家甜品这么忙 多半原因 跟价格有关系的 你看 两个冰淇淋 两个冰淇淋 加上我们买了这么多 叫25欧元 平时在米兰的话 这样子一个的话都要两块钱 他这里我们买了一个两个 三个四个 五四 二十个 二十个的话 在米兰的话 等四十多了 五欧元 四十五欧元 他家东西又 而且他家东西好吃 不是不好吃 好吃加实惠 他家真的冰淇淋也非常好吃 价格又实惠 小美你干嘛呢 哈喽 哈喽 他这一家甜品店是1978年开的 好多年了 那时候林新生一代还没出生 18年我也没出生 那你感觉比我还老 意大利人其实很喜欢吃这个冰淇淋的 饭后吃一个晚饭的时候 散步的时候他们也会吃一个这个冰淇淋 没有 他们主要是为做蛋糕为主 对 他们家做蛋糕为主 定蛋糕 定的超忙的 我听 听他们说 他家的营业可以抵上一个厂的营业 非常忙 十几个工人 就 不只 不只 外面有十几个 里面呢 里面做甜品丝还多了 在意大利其实你如果会懂得做甜点的话 甜点做的好吃的话 生意超忙 对 喂 你看咯 衣服咯 爸爸我也好了 说好不好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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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不玩的手指一指我脸也会更慌 你很喜欢吃是吗 林先生他不能够喝油 而且他还非常糟蚊子 之前 我们四个人吃饭在户外 然后三个人都没事 就看他在那里啪啪啪啪啪啪 一直在拍蚊子 我是拍拍拍 是直接被叮得好长 是因为你体臭吗 是因为你体臭吗 我血热你知道吗 对 血气方刚刚拿了蚊子 对跟矛盾 矛盾就没有招蚊子 就见他 打招呼小曼妮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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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好像是 做甜蜜也很真心 做甜蜜也很真心吗 因为意大利这边 他有个下午茶的 就是很多老外 特别是退休的那些 他们会坐在咖啡吧里 甜蜜店里 然后喝点茶或者咖啡 吃一些甜蜜 这是他们的习俗 就到下午茶的时候 他们都会吃下午茶 不喝下午茶 对喝下午茶 嗯 然后他们到了夏季的话 会更满点 特别是这种甜蜜店 带有冰激凌的 冰激 对有花园坐着 对有花园坐着 冰激凌他们会跟水果一起 就是水果上面加一个冰激凌球 而他们家又是自己做冰激凌的 自己藏 要买瓶水 所以他家为什么这么满 他们 提供了各种需求 对这家店满足了各种需求 然后他的嫂子不是也是住在这边的吗 他们说他这里的早上非常满 就光打咖啡 有四个人在那里打咖啡 就是不停的打咖啡 然后刚才给大家看了那个牛角包 我个人觉得牛角包也不是很好看 不是很好看 就看上去没有那么好吃 但是就是非常满 人家过来这里买 他说都是买五六个七八个买回去 打包回去的那一种 还有就是我觉得他家为什么营业额那么高 我一下子忘了营业多少 上次有人跟我讲过他家营业额 我说那么高 一家甜品店营业额那么高 他说对 因为他这里接待很多生意 就是订婚 结婚蛋糕 然后小孩子满月 生日 他会接很多这种单子 对 主要 节日多 还有一个就是他家蛋糕做的挺好吃 好吃 然后价格是工厂的价格 然后知名听名的味道 不说批发架 对 他类似有点带批发架的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我觉得他家的那个价 我觉得他家营的原因 还有一个就是有位置 你看 对 门口停车位 这样子的话会让人家很方便过来 问他要不要开风电 我们可以带你一个 对 我这台走了 快点 停